到这一课,这里就讲Events Events其实就有点像给一些反应 例如JavaScript那些 它就会有MouseEvents 或者是其他的Events 你点击的时候它有什么反应呢? 这里它就给你一个例子 这里它就弄了Events 就DeclareEvents 就是整数商家 它现在就说如果它已经做了一个加数的话 就是X加Y 这里包括Return了Result 例如1加2 就给3它 但如果你平时没了这个 其实你在你的Web Site 或者Front End 其实就是不知道有件事发生的 那你就要告诉APP 或者Front End 前端知道之后 那它究竟是用什么表达的方式 表达给用家呢? 这个就由前端选择 那它就说如果你Add了之后 那你就Emit 即是彈回一个 告诉它 Emit Integers Added 那就是 那就是 复活回这个XY 和这个Result 给它的 那现在呢 那我们呢 之前呢 已经弄了个Zombie 就是弓尸 也都push了到一个array里面 那你现在就想弄了一个Event 叫做New Zombie 那应该呢 应该呢 就要pass Zombie ID 名字 和DNA 所以呢 我们呢 就要在这里 弄一个Event 就像它那样 那Event 跟着呢 名字 照抄 那呢 就要 pass Integer Integer 就是那个Zombie ID 跟着呢 就是那个 名字 type就是String 跟着呢 就是Name 跟着呢 就是 Uint 跟着就是DNA 那我最后 再加一个分号呢 就已经完成了这个Event 那我们已经製造了Event 之后呢 你就要告诉前端知道 所以呢 你就要Emit 那Event 其实就是 刚才改了做New Zombie 所以我们呢 这里依然是要 Copy回它 做New Zombie 那我们呢 就要 跟这里一样 要pass回ID 名字 和DNA 那我们这里暂时 就没有ID 照打ID 那名字 和DNA 那这里呢 就 说呢 我们每一次push的时候呢 其实已经有一个 Uint 就是有一个数字 而这个数字呢 就是那个 array的长度 所以我们每次 就是由于呢 电脑呢 第一个呢 就不是1的 就是0的嘛 所以呢 如果 那个长度是1的话呢 就要减1 是0啦 如果是长度是2的时候 就减1呢 就是1啦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呢 就要把这个 改成ID呢 就是靠这个 zombie.push 我们这里已经做了啦 就是减1 就是减1 而这里改成Uint 因为它这里叫你这样做的 然后呢 就要命名它做ID 那我们呢 那我们呢 就 有了一个ID push 回到ID 名字本身有 DNA本身有 那就搞定了 那我试试在这里 加回个分号 那就可以去下一个 chapter 好看 点减1 2 3 4